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做一个好的徐司 他需要你很用心 客人来到我这家酒店吃饭 吃得满意、开心 做徐司是很有成就的 飲食这行真的很小 17岁未够 初中毕业就读不到书 当时就考虑一技之长 就进了徐方这个行业 其实做徐司很加努力 我们入行的时候 连一个打可工都不是 是一个集工 集工一年 起码做了三年 才有机会上获 跟师傅学走赛 我记得我参与做年野饭 应该是1989年 其实当时都未正式做师傅 都是做打可 过了那个年 过了那个年就可以做师傅了 刚刚开始做师傅 其实很紧张 做这个年野饭 其实是真的害怕的 这么大一年 怕客人吃得不满意 自己拆这些菜出来 客人吃得不满意 退回头 不买单 不好味 要很谨慎 但又要很认真地去做每一道菜 现在的年野饭不同 以前的年野饭 没有那么开放 没有那么发达 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 家里拖鸡 那时候已经很幸福了 那时候去走来吃的年野饭 已经很厉害了 那时至今天 科技有发达 是吧 社会有进步 那到现在呢 其实不是除了过年 那些人出来吃饭的了 有聚会 生日 都出来吃饭 但是 团年饭 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基本上都出来吃这个团年饭 所以我们在菜式的配搭方面 我们会考虑 起码要提前两个月 订了菜单 订了菜单 跟着各线各线去沟通 那好了 一个月前 有些货要可以准备了 一连串的工作 那些细节 要去落实去监管 三十多年了 一旁到现在 个年随值 到年初一年初二 基本上是没有饭 其实做徐司 个个都知道理解 其实家人都理解 也都可能会 在家里人来酒楼吃 因为我自己在酒楼做 叫家人来酒楼吃 订了个桌 这样也可以一起做 感谢观看 各位黄酒楼吃 我们下期见 祝福 起根